抑鬱症的成因 抑鬱症的成因 最主要是腦內的傳遞物質失去平衡 包括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 因為這些物質失去平衡時 患者就會出現抑鬱症 抑鬱症有發因素有很多 例如突如其來的打擊 或生活上的壓力 或患者可能處於孤立無緩的狀態 都會比較容易出現抑鬱症 情緒方面患者會處於長期低落的心情 開心不來 思想上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例如對於過去有很多歐悔 對於現在有很多不滿 對於將來也毫無希望 甚至有些患者會有輕生的念頭 容易悶症、難以集中精神 而身體方面睡眠會變得差 可能會失眠 或是早醒睡不醒 胃口下降 於是體重也會輕了 有些人也會有便秘或驚奇失調的情形 女性的確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抑鬱症 我們看看數字大概是兩倍左右 這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荷爾蒙方面的變化 例如我們也會知道有些女性可能在經期前後 或在懷孕 即是生完寶寶之後 因為荷爾蒙的影響 而出現有些抑鬱症狀 現今的女性都會比較多的壓力 尤其是有些雙職的女性 她既要上班又要照顧家庭 可能有弟弟哥 家庭的老人家都要她們操心 所以壓力都會比較大 比較容易患上抑鬱症 我相信很多男性都在受很多壓力 甚至都有一些抑鬱的傾向 不過我們的社會觀念都告訴我們 男兒有類不輕談 所以有時候可能男性出現了抑鬱症 都不是那麼容易表露出來 顯得好像女性特別多抑鬱症 如果媽媽有抑鬱症 她的情緒會低落、睡得不好 以及長期都處於一個壓力的狀態 這些對於胎兒吸收營養都是不好的 就會導致有機會早產 又或者出生的時候體重過輕 如果有抑鬱症 對於嬰兒的抗啓可能會減弱了 就增加了她們的敏感症或者哮喘的機會 長期處於一個壓力的狀態 都會影響到嬰兒的腦部的發展 她出生之後 搞大機會出現一些情緒、專注或者行為的問題 抑鬱症的治療方案有兩大類 包括心理和藥物的治療 而心理治療主要是認知行為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 就是透過改變患者的觀念 去提升她一些正面的處理壓力的方法 而藥物治療主要是用一些抗抑鬱藥 包括SNRI、SSRI等等的藥物 因為這些藥物能夠調節 我們腦裡的血清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的分泌 當分泌平衡後,症狀就會減少了 在懷孕時期,婦女一般會對於吃藥比較小心 這是很自然的 所以醫生首先會去診斷一下 看看那位婦女是否需要吃藥 如果需要的時候,平衡風險利弊 都會減少一些安全的藥物給她使用 從而減少她的抑鬱症狀 如果媽媽需要餵母乳 可能她們都會擔心自己吃了的藥物 會否透過母乳傳給嬰兒 其實有些抗抑鬱藥 母乳的含量是很低的 所以醫生都會跟媽媽商量一下 可能減少這些藥物比較合適 其實對於治療藥物的副作用 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你可以跟你的醫生商量一下 去尋求一個最適合的治療方案